今天帶爸爸媽媽去動物園 因為他們很想看澳洲的動物 媽媽, 你最想看什麼? 沒有, 她說怕裡面沒有食物 對, 想看什麼? 我想看…樹熊 樹熊, 剛才是說熊貓 對, 澳洲我們有樹熊和代鼠 這個墨爾本的動物園 都可以看代鼠或樹熊等等 我們現在進去看吧 我們一進來, 首先會看到這兩隻雀 它就是Emu 澳洲的國徽有兩隻動物 這隻就是其中一隻 然後又是來自澳洲的一個動物 它叫做Dingo 其實就是wild dog 牠們是很兇的 所以你不要看到牠的樣子很純 像柴犬、糖狗一樣 很想跟牠玩 但其實牠是有攻擊性的 好了, 現在我們正式進去看 這個鳥仔Show 這裡的鳥仔全部都是自由飛的 所以護理員其實不會迫小鳥過來表演 牠只會有些小小的 可能一些treat 如果牠喜歡過來的話就過來 如果牠不喜歡過來就走 但現在又在這裡飛來飛去 牠知道 鳥犬如北老母吃完東西了 牠就會走 牠可以送牠把它跑掉 牠可以 bac walk 牠可以叫牠的 牠可以追對牠的 牠看牠的 牠會更可怕 牠會先吵牠 牠會說 про牠 牠會說好嗎 好厲害 好厲害 你看 鳥仔為何可以這麼聰明 他們知道哪個回合 護理員說到他 他就走過來了 然後第二個回合 第三回合 他們自己完全認識 我覺得他們的智慧簡直比家裡的Lumi 好厲害 終於被我看到樹熊 好開心 現在我身後這隻是男仔的樹熊 跟很多動物都一樣 男仔就是自己的area 因為如果有另一隻男仔的樹熊 就會打架 所以你看到一隻樹熊 多數都是男仔的 女仔就在那邊 而他們多數的時間 都是留在樹上吃東西 而他們吃得很招職 他們喜歡從樹頂 開始慢慢吃到尾 還有選擇漂亮的樹葉來吃 而他們譬如 吃剩的樹葉 這裡的工作人員 都不會浪費的 留給代鼠吃 或者其他動物去吃 你知不知道 樹熊一天可以睡二十個小時 即是二十四個小時內 只有四個小時 它是醒了 所以現在這個時間 我們都挺幸運 可以看到它在這裡吃東西 走來走去 剛剛它慢慢逐步逐步逐步 逐步走去那堆想吃的樹葉 在那裡正在開餐 隨時可能他們會覺得吃吃吃 好晚睡 我還是先睡覺 再趕吧 這樣 袋鼠就在我旁邊 你看到現在暫時袋鼠 都沒有寶寶在裡面 因為Spring time的時間 他們已經生了小朋友 所以現在他們只是忙著吃草 男生和女生的袋鼠 都可以一起在這裡生活 如果是綠色的 牠們很強壯 牠們的尾巴在打架的時候 是可以撐起整隻袋鼠的身體 然後是腳外尺 這個公園裡面 有兩個品種的Kangaroo 這隻Kangaroo 就叫做Kangaroo Island的Kangaroo 牠們比較小 牠們比較可愛 牠們的毛是比較滑的 為什麼牠們比較滑 因為牠們的位置比較冷 所以牠們的毛 就幫牠們補亂 你看到很有趣 而且牠們剛才在這裡 互相幫牠們掃一下肩膀 很友善 這隻叫做Tasmania Devils 因為牠們的耳朵是來自塔斯曼尼亞的 牠很有趣 其實為什麼會猜牠們叫做Devils 因為牠們的耳朵是紅色的 所以牠的樣子就像Devils 兩隻紅色的耳朵一樣 而且牠很可愛 牠剛剛走過來 八卦看看我們在做什麼 你看兩隻都走過來 好可愛 好可愛 這個保育園也很有意思 因為牠會幫助很多有需要的動物 就像這隻Devils 因為牠在塔斯曼尼亞 有些疾病出現在牠們口的位置 凡是牠們咬的食物 牠們吃東西的時候 例如牠們吃樹葉 吃不同的食物的時候 第二隻Devils咬到就會傳染給牠們 牠們會這樣一個個拋 你看到 因為牠們是野生的 牠們到處吃東西 其他的Devils吃到就會傳染 所以在這個保育園 他們盡量拯救一些有需要的Devils 你看到在這裡的那些 已經沒有那些疾病了 所以就很帥 你看看剛才我們見的動物 全部都在這裡見到 你看看 我都真的要好好記下牠們的動物名 因為這些都是不是平時我們經常見到的 尤其是牠們的名字 全部都要重新再記 所以牠們很可愛 你看看多漂亮 Coffee for life 我們可以支援一下 雖然牠們 因為我們現在的人類 可能用牠們很多地方去種架劇樹等等 所以牠們都會在這些地方去保護這些動物 參觀完有人照顧的動物保育園之後 我們留在大洋路 參觀一個全新的野生動物景點 這裡這麼大的地方的動物 全部都是野生的 所以真的不知道走到哪裡 你就會看到什麼 我們臨出去走之前 我們首先會有一個標準的東西 就會進去聽聽這個範圍 這個叢林裡面會看到什麼動物 現在牠們準備好了 我們每人都會有一個望遠鏡 還有一個耳機 去聽著導遊 待會邊走邊講解 現在牠在教我們怎樣去用望遠鏡 我現在才知道原來我是不懂用望遠鏡 家庭觀眾有沒有想過自己 原來是不懂用望遠鏡的 這些很專業的這些 原來你首先 你就是要這個位置移到最出 如果你不是戴眼鏡的人 然後你怎樣去焦點 首先你如果這樣看的時候 有兩個洞 你要把它慢慢這樣扭 變成一個洞 然後你就向遠點扭 扭扭 這樣就很容易清潔 原來是這樣用的 哇 哇 這裡我們首先進去保護區的時候 我們需要洗一洗我們的鞋 因為外面有一些菌 牠都不想帶回這個叢林 因為這是一個保護區 所以我們進去之前 其實也要洗一洗鞋 因為那一隻菌 其實會殺死泥土 你沒有草的話 那些動物吃什麼 所以我們都要很安全地進去 原路其實導遊都會講解 這裏周圍的環境 就像這棵樹的樹葉 其實牠是一個很自然的 麻醉藥給魚 因為以前那些原住民 可能牠會釣魚 釣魚 釣鰻魚 在海裡 怎樣可以容易抓牠 就是把這些樹葉 生產了一種自然的麻醉劑 魚吃完之後就會混一混 就會很容易釣牠們上來 你看到前面有隻小袋樹在這裡 現在我們會燙他們 好幾隻小袋 那些皮膚 火腿 也很難兇 這樣子 然後你們會知道 跟那個吹人 你先摸開 五星 那些皮膚 我先把那個鯊 放在山主 那些皮膚 有幾個煎 有幾個蟻 大部分 有幾個我 比一天 那些皮膚 可以 我想說我們先回到第一時間 要買六盒菜市 因為這件事真的很幸運 剛才的導遊跟我們說 他做了這麼多年 他是一個專業人員 他未見過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樹熊在我們旁邊經過 還要在這裡走 而且他不是在睡覺 他好像有個request 他說他懷疑他可能是mating 或是肚子餓找食物等等 原來樹熊的臭角很敏銳 是比老三倍快 所以現在他估計 在這裡用臭角聞這棵樹 他會最好tuck in 然後他還在考慮 但他的眼睛很細 所以他看起來很不清楚 很開心 我看到導遊是想哭 我看到剛才的moment 他說是Miracle 因為很少可以看到樹熊 而且剛才可以定定地給我們拍照 原來這麼香 救命 我都說爸爸可以當演員 是真的 因為剛才導遊一直走的時候 他說這些就是樹熊的糞 待會有些新鮮的話 我讓你聞一下 然後我馬上嗨一嗨 為什麼會這樣呢 原來因為樹熊只吃油加利葉 而油加利葉的香味 其實它的芙芙出來的時候 都是純油加利葉的香味 所以你不說就不知道 袋鼠 剛才那些是小袋鼠 現在這幾隻是真的袋鼠 有整家袋鼠 就在我的前面 你看他們的那個 從這 Assistance 以整天買你 都知道